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肥康 話說這個司檔真開了show 亦都很多人在討論他們的show 大家討論的焦點 就不是show的內容 或者是人的陣容 而是討論他們的銷售方式 他們的銷售方式 就是一開始 一張票的價錢 就統一是一萬元一張 慢慢慢慢就會跌到10元一張票 當然中間每一天都會不斷去跌價 這種的銷售方法 which call 就是荷蘭式拍賣 這種的方式 其實就是一些野食 或者一些花的東西才會出現 但這次是出現在他們購票的東西 亦都是引起很多人討論 而且這種的方法 好像是令到他們名利雙收 那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在我講之前 記得幫手like share 還有記得幫手訂閱本台 不過我給小姐喝一喝水 好啦 那為甚麼說他名利雙收 起碼第一件事 他是用一種很獨特的方法去購票 在香港來講 其實就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那當年很多人珍想去報道 甚至很多社交媒體 都會帶他去熱烈地討論 你甚至可能說 Facebook也好 IG也好 都很多人討論 即使有些人是不知道 是當真是甚麼時候 都知道 他用一些這樣的方法去購票 那這一樣的東西 令到多些人知道了 他們是叫做事當真 那也有很多人都去討論 都知道 他們開始去購票 那你這一點從名氣裡面 大家都知道 尷尬你 你是很多人認識他們 即使你是平時不想開網的 那些師奶 阿嬸 原來聽到事當真三個字 總之又開鬍 事當真 許願 OK 還有這個豪哥開鬍 哇 那起碼是多了別人認識這兩個人 甚至有學修 OK 我又出來有學修 你不要吵架我 OK 大哥 OK 突然間想起 好啦 那當然有名的時候 就才會有利的嘛 是吧 那大家都知道 他這樣用這個方法 去買票性 那就是 亦都很多人知道 他們開鬍 那當然 哇 一萬元都有成三 都十三趕去買票 OK 那其中一個呢 那就是一個本土派的支持者 那就是一個本土派的KL 那叫做劉靖 那Wishcall 那有些人就會叫他做 塔哥 那他就是在溫馨這個 什麼無神論者 巴別塔的人 那他 開到明說 我用一萬元 去買了一張票 那也都有證明的 OK 那這些就有證實的了 那他就說 我支持本土東西 所以就去買了這張票 那你是在一萬元裡面 還是有些人去 去買這個價錢 去買這張票 那一萬元 你五千也有四個 那你去到差不多 二千 也有差不多 四十四個 沒有記錯的話 OK 有記錯就指證一下我啦 那去到一千才是西九里 差不多一千五百五十個 OK 加上門票的收益 即是那個賬滿收益 就是接近二百萬 OK 二百萬 你在九剪開掃 叫做在一個 普通的 叫做網上的 YouTube Channel 即基本上是一個 中型的Channel 七位掃 哇 你賺一百萬 已經很厲害了 你賺了兩百萬 哇 兩百萬兩場掃 厲害啦 是不是有威啦 是不是先呢 那你現在這個利 你賺到這麼多錢 是不是啊 大佬 你在九剪 你還要在武漢肺炎底下 去開掃 你還要有社交距離 你開掃 都是難上加難 你竟然在這個show裡面 你是賺到一塊錢 even though 你有時被人屌老母 你是黃還是藍 起碼 你有些真的覺得 叫做是 半黃半藍的人 會是 撐你看到你說的 多有趣性 就是說 什麼不叫啊 吃東西又不叫 什麼什麼又不叫 看你們的影片又多賺貴 兼得意 是不是 那我買張票去撐你們 真的OK啊 那現在你又用了這個荷蘭式銷售 那你又令到大家的心理價格 又浪高了一些 是不是 那這種心理價格浪高了 本來 五百元可以買張票啊 是不是 但是你現在你這種玩法 你是令到那些黃牛很難去 入手先 我告訴你 但是 那些人的心理價格是高了 你起碼將那個日價 就是那個叫做差價 就是心理價格 是浪高了 那 誰得益呢 沒錯 就是事當真了 OK 那 這裡有一點點 off topic 那為什麼 要去說 去打著那些黃牛 OK 那你黃牛就是 可能說 你假設 我這裏呢 那就是五百元張票 我才開訴 五百元張票 那就是一萬個位 那五百元張票 那一萬個位 那很X多人搶 那整個市場需要兩百 整個市場有兩百人想看我的訴 OK 假設 不要吵架我 假設 好 那你有兩萬人想看 那有一萬人是買不到票 那另外一萬人是買不到票 那他想買票的話呢 那就除了打劫別人的荷包之外 那唯有就是要 在另外的市場 去高價買那些票回來啦 那可能本身張票五百的 那有一條黃牛黨 那就拿了張票 那炒到三千 那中間的日價呢 就給了黃牛黨去賺了 那黃牛黨最大的問題不是 不在於你keep住張票 要那些人吃貴了嘛 而是你keep住張票 不單止人吃貴了 而是我吃貴了的錢 我被黃牛黨吃了嘛 不是被那間公司吃了嘛 整件事 對我來說是 你可以說沒有影響 但不過我屌你老母 原來那個心裡面的日價 給你那些人吃貴了 其實我一直吃的 那當然用荷蘭式的銷售 都是可能令到人買高了票 但是肯定的說話就是 他的心裡面可能有好處 是吧 起碼我那張票是給事當真 去吃了那些錢嘛 全部都是給事當真的嘛 我不是全數 有一部分是給黃牛黨的嘛 對不對 那起碼他都叫做 比得下 也都比得開心啊 假假的他心裡面覺得 我買了票進來看 拆本土文化 你又有好處啦 是不是啊 這樣 那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啦 記得幫手like share 還有記得幫手訂閱本台啦 那同樣都有一個規例啦 大家對我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就留言 那小弟都會回應大家啦 就是不要再恥笑我啦 又說錯數目啦 那我今次又說大約的啦 OK啦 那不要再笑啦 OK